转第十章 主呀 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 达到神面前 以梦记念了 现在你当打法人往约柏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烧皮障西门的家女 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哥尼留叫了两个家人 和尚之后他的一个虔诚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就打法他们往约柏去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温柔障碍 看见天开了 有一密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是着四角聚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 起来 赛了吃 彼得却说 主呀 这事不可的 凡族物和不结正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结正的 你不可当作族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过来楼所猜来的人 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 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后 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 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 说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 白夫掌哥尼流是个二人 敬威神 为犹太通国所称赞 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 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住了一宿 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伯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又次日他们进入海撒尼亚 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 物有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 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拉他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 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 本事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结正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 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 你们叫我来 有什么意思呢 哥尼流说 前四天 这个时候 我在家中守着身初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 说 哥尼流 你的土告以蒙谁听 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记念了 你当打法人往约拍去 请拿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烧皮障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立时打法人去请你 你来了很好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 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越纳 神借着耶稣基督 他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刺及以色列人 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 从加里里起 传骗了犹太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纳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留四方 行善事 依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他在犹太人之地 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 有我们作见证 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第三日 神叫他复活 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 乃是显现给神御先所揀选 为他作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他吩咐我们全道给众人 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 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 说 凡信他的人 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囂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谎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